有些朋友说甲鱼哭单是哭的 你看我这样一起烧 对不对哭 今天我们吃个排骨 我们甲鱼哈 趁它不注意 把头给它抓住 放完鞋之后呢 要用70度左右的温水 给它泡一下 把上面的皮给它去干净 再这样子 把甲鱼口给它打开 把里面的这个肥油 一定要去干净 这个非常的腥 再来给它摘成大块 这个甲鱼口口比较硬 最好用粘刀来粘 摘好的甲鱼 冷水下锅 加入姜葱 黄酒 炒出里面的血水 这个时候取上面的油 就好去了 我们加一些排骨 也把它摘成小块 炸好的排骨 我们加一些面粉 给它搓肉 取出里面的血水 再来沥干水 炉成油温左右 把排骨给它炸一下 这样子熟得更快 也更入味 烧鲼 我们来放入无花肉 有猪油更香一些 再把排骨 鲼放在鸡 边炒 加入姜蒜 花椒 干辣椒 把它炒出香味 来一大勺的花椒酒 取心 真香 炒香了 先倒出来 再来炒料 先把豆瓣酱给它炒香 加点姜蒜 再来点辣椒面 提颜色 提辣味 把它炒香了 就加水 这样给它熬住个几分钟 熬出味道之后 把它炸给它打了 再把炒好的甲鱼倒下去 老椒 炒好的糖色来点 胡椒粉 取心真鲜 来着冲击 烧至20分钟左右 再把甲鱼蛋 甲鱼枯蛋 把它放下去 这个枯蛋放下去 不但不会苦 还会非常的鲜 加入一些青椒 用大火 把汁水手浓一点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烧出来的甲鱼 软烂乳儿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起来试一下